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禮拜的新桑海神州 這個禮拜遲了少少跟大家做節目 我看到我的拍檔傑斯在旁邊 傑斯你好 是的 今個禮拜遲了是我的問題來的 跟大家先道歉 這個禮拜我就去了多倫多 剛剛現在才回來找哥華 那我沒有啊 桑普這麼厲害啊 他周遊列國都可以繼續拍到影片啊 我比較懶啊 所以都是 蛇掛著去玩啊 那我玩了幾天啊 所以就懶惰了 所以這個禮拜的新桑海神州 就遲到了 都是跟小弟有關了 對不起 先說一聲抱歉 我們遲到不過不會沒有到的 是 很希望健健康康圓圓圓正正地回來 這個最重要的 我們就看看這個禮拜的重要的新聞 當然了 習近平訪問歐洲結束了 5月5日到10日終於完成了 法國 跟著塞爾維亞 跟著匈牙利 基本上這三個國家呢 我想就是說 在法國裏面 在整個歐洲裏面呢 最和中國有密切關係的國家了 你看看那些什麼 波蘭、捷克、立陶縣 那些當然不會理你了 是不是 他選一些呢 專門是說 這些國家都可以跟中國有解談的 法國和匈牙利都是歐盟國家 跟著這個塞爾維亞不是 不要緊 這三個國家 尤其是後面那兩個國家呢 就對中國更加是整個歐洲裏面最親近的 你會看到譬如說匈牙利 華為呢 我想兩年前我去過匈牙利 匈牙利基本上是看這些漢板 基本上是華為呀 小米呀 那些手機都推銷的 所以整個匈牙利基本上都是佔據的 匈牙利的政治都很複雜的 他叫奧伯 他是總理嘛 他非常親中 但是你問布達佩斯首都的市場呢 是極度反中的 那問題就是當政不是這個報道 等於早年的捷克 是的 都是有些類似的 所以很難一刀切去看 但是你看這個奧伯已經是搞到親中很久了 那麥克龍當然不用說了 他根本是一個游泳 就是不是說的 是一個混水摸魚的政客 就是這個人呢 專門是游人於不同的左右翼 然後呢 他拿到自己最大的共因素 那麽再不說塞爾維牙 塞爾維牙根本上是完全傾向共產黨的 一去到貝爾格萊德 就是SERBIA 以前藍斯拉夫的首都 就是SERBIA 大家知道後來90年代內戰 那塞爾維牙的貝爾格勒呢 5月7日就歡迎他 是的 同時他的紀念呢 中國大使館被美軍轟炸25周年 那麽大肆宣傳 跟著一面大型的中國五星血旗呢 就掛在一個巨型的這個建築在外面 那這個身份量補得很大 那麽這個總統呢 沒有契機陪同他的夫人和軍官呢 一起接待這個習近平上到後 那麽當然啦 簽訂了一系列的 那些系列的協議 那我想這一點就是目的是什麽呢 習近平就是想聯歐制美啦 就是他的目的就是 希望聯合歐洲 讓這個國家做一個所謂的宣傳 就是希望呢 分化他們和美國關係 而同時希望出於多極發展 那麽歐洲一極 中國一極 美國一極 令到這個整個情況削弱 鼓勵呢 法國發展他的第三勢力 就是他們歐盟可以和美國分道揚標 那麽當然這個不可能的 OK 就是這個不可能的地方就是說 北約是美國主導的 北約是各個國家都要把自己的GDP 起碼2%打進去的 那麽這個這樣的機制 2014年威爾斯的時候已經簽訂協議了 英國要逐年增加到20 逐年增加到2030年 達到GDP的2.5% 作爲他的國防開支 而英國最近 那個外想 這個David Cameron都鼓勵 其他國家都是做同樣的事 那麽所以想一下你不給錢 那麽怎麽算呢 那麽未來如果 我如果而已 川普就要當政 甚至你說拜登就要當政就好了 那麽兩個人都會要求 喂 你們全部這些這樣的都應該要要求 你們全部這些崩約國家要量水的 你要加保護費的 你沒有保護費 誰要保護你啊 這個就是問題 那麽你看回法國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他當然是很醉心於 就是本代這個習近平 給你牛屍山去到這個南部了 和馬卡龍的故鄉 大肆招待 這個彭麗媛 和這個習近平 吃很多好的東西 欣賞民族舞蹈 和他們很開心 法國又說 喂 中國鼓勵你的電動車 來這個地方投資 所以我們這些車廠需要你的資金 另外就是說 習近平做個好人 勸和 勸這個普京 不要再打烏克蘭了 講這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真的 第二件事呢 講完都沒有講的 所以這些這樣的做法 這些這樣的衰靜的事情 就是希望 他傳遞這個信息給人家 但是你說在大局上來說 習近平只是走到這個位 他連去西班牙 意大利 意大利現在對中國很抗拒 你去葡萄牙你都不去 你去法國 你去塞爾維亞 你去匈牙利 就是你剩下這三隻棋來打 令人家覺得非常可笑 你這次都是五年後 第一次的 尤其是疫情後 第一次的出訪的歐洲紀錄 你想想去到今時今日 是一個什麼環境 你想想看到 哇 我看到那些分化伎倆 不斷這麼說 比如說你看到那些什麼 塞爾維亞的政治報話 法國的政治報話 讓鐵桿的友誼之光 在塞爾維亞的政治報話 就是報紙的話 讓鐵桿友誼之光 趙梁中塞合作之道 肥媽友誼之光你就有 什麼鐵桿友誼之光 就是多元 所以我就說這些東西 一陣子封過去之後就沒事了 我看到就是 習近平很忌用法國的東西 他帶著一隻黑色的保溫杯全程 不用人家的杯 不用人家的水 水是自己帶 杯是自己帶 哪裡有人去外訪會這樣的 這個是對主人家 host country 極度不信任 還有對自己極度緊張 你看回整個比亞迪 他們做了一些電動車的廠 最大規模的就是在匈牙里的設立 12月已經宣佈建造這個廠的計劃 是整個比亞迪在海外最大的生產基地 而且當然同時 歐洲最大的生產基地就是在匈牙里 提供 籌資給匈牙里100億的美元 去慶祝中空建交75週年 可以這麼說這件事就相當可笑 當然這件事就會令人想到 未來這個局勢沒有變化的話 就是它頂到天花板頂就是這個時候 未來會不會就是說 美國對中國的包圍圈會越縮越緊呢 它想著要搭油 找到北韓、伊朗、俄羅斯 所以之後也要統戰這三個國家 但是成效呢 就是大家都是預期中 不是一個令人完全跌眼鏡的東西 唯一一件事是什麼呢 中國就解除暫停了對法國乾憂 白蘭地化妝品的一些所謂的 反傾銷的一些調查 或者那些所謂的稅項 就是基本上暫時停下來 就是換言之馬克龍你乖 於是我給糖你吃 暫停一些對你的制裁 這些就是他們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會覺得很得人害怕 下一節我們會講到一些故事 就是和傑斯在頻道 傑斯頻道那一節會講一些故事 就是法國如何縱容一些中國的警察 去做海外警察 在那個地方域外執法 你會發覺到這三個國家 我覺得是重災區 所以我想很多的activist 甚至大家對於香港 會覺得要支持大家 就是黃絲 俗稱 希望大家都盡量避免法國 法國真的很危險 還有我覺得這些國家 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根本不認清楚世界局勢 在哪個地方 就是說歷史或者正氣或者真相 在哪個地方完全不顧 而只是顧眼前的短期利益 所以我覺得是相當失望 不知道傑斯怎麼看 沒有的 上星期我們都輕輕提過 習近平五年來的 今次的歐洲外訪 終於都可以去到歐洲旅行 精挑細選整個歐洲 第一樣看到的就是 其實簡無可選的了 只有這三個地方 就是蔡爾維阿匈牙利 就等於差不多是 毛澤東周恩來年代的 阿爾巴尼亞這樣 就是僅有這些 比如蔡爾維阿那個 武契旗 還可以很肉麻的 叫你一聲習大哥 那這些就是 習近平最喜歡的東西 還有就是一帶一路 其實在金日成 整個歐洲的板塊 僅如可以走得動的 就只剩下蔡爾維阿和匈牙利 那法國呢 就怎樣呢 法國就秉承傳統啦 真的假馬克狼 如果你去看回 幾百年前 這一個就是 岳圖曼帝國那時候呢 那麼在基督教世界裡邊的歐洲呢 跟這個岳圖曼打交道最厲害的 都是法國人的 法國人是有這個DNA,就是很喜歡兩邊下注 這些一早就看到,同一個月麥克龍可以在月頭接見這個岸田文雄 講這個互衛准入協定,然後可以一兩個星期後精神分裂 又可以跟這個習近平握旁,其實麥克龍又不是第一天認識他 就是這樣的人,你問為什麼,其實又不是很難去理解 現實,這個都是面對的現實,你問法國以巴黎為首 麥克龍後面都是很多紅酒、乾飲、LV為首品的名牌 就是這些金主,這些金主大哥你問他們,他們可能還在那裡停留了 在那些年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那個年代 就是我記得桑寶看過那本書,就是沈棟那本 紅色什麼鬼那本,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他裡面都說過了,他說過的故事很精彩 沈棟兩夫妻,連上這個賈慶雄女婿兩夫妻 再加上現在已經不知道去了哪裡了,恆大老闆兩夫妻 三個人,三架私人飛機,多厲害,那些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以前的 三個人,三批人,三架私人飛機,他們不是每人坐一架私人飛機 他們唯一要鬥地主呢,他們是三批人都坐同一架私人飛機 另外那兩架是刺激地飛去巴黎準備裝那些什麼? 就是以LV為首的品牌,三個女士血拼 然後他吃了一頓,只是吃一頓飯 沈棟說過其中一頓飯,只是喝紅酒找數都十萬美金 大佬,十萬美金,就是枝枝都勒筆來的 所以今天你問法國,你問麥克龍後面的金主,他仍然都在憧憬這東西 你告訴他今天洗不起的,或者不敢洗的,今天在習近平年代誰還敢洗? 或者就是根本經濟都下行,他不信的 大哥,他仍然都是,這個沒辦法了,因為你問LV如果沒有了中國市場 你起碼跌三四成就不可能了,那所以其實都是那隻 都是戒鴉片戒極都不掉了,德國如是啦,法國如是啦 那你這樣電動車我都說最精彩,還有就是 他倆有一樣東西是答到嘴的嘛,有共同的共識的嘛 就是一直的麥克龍都在說歐洲自主嘛 不要聽美國之敵嘛,這個正中又是 就是習近平剛剛聽的東西,所以三個地方是 即敢預的啦,是可以去到這三個地方,去到別處 又要有人給面識呀,給說話聽,他又不喜歡 但是不要忘記一個東西 那幾天的,那幾天在法國其實就 就是,那個就是,維吾爾族人啦,西藏人啦,香港人啦 那些的遊行啦,示威啊都很厲害啦 就是呢,領導人還領導人 我在加拿大溫哥華呢都有個 就是我這裡都認識一些塞爾維亞來的加拿大人的 我们都住了在这里很久的,塞尔维亚 有时讲开今天这个塞尔维亚政府 曾经有一个塞尔维亚朋友都跟我说过,很幽默的 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个人都好像没有契旗 不过好像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那样 不知道为什么选极都是他赢的 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一样是顶着道气的 塞尔维亚人其实都不是个个人都那么喜欢中国的 但是没办法,匈牙利更加是 布拉克斯其实有一个很自由的氛围 但是没办法,这个有点时间 而且很复杂的,因为还有亲俄的势力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是就... 是,你说 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我很同意 整个复杂的环境就是看到法国 就是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和亲中 我觉得这些领袖是这样的 以及正如杰斯说 我刚刚都说过了 不要以为是一刀切在这些国家里面 他们的人是不是很多都是亲中呢? 不是 就是你说他们亲中的人口的比例 会多一些,比其他国家多一些 可能会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 他们本身的领袖是受到中国的疏擺之后 当权了之后就这样做 因为民主选举 你要做一个all or nothing的选择 那他可能在内政上面得到别人的欢心 或者他贪腐贵賂我,whatever 他能够使得很多的人投他票 是一件事 但是不代表那些人对他外交政策 是全民都支持的,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法国其实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是啊 举多一个例子 在塞尔维亚的一带一路那些 那些的很多的收缴补露的工程 很大很大的都有 你中国政府是贷款给塞尔维亚今天的政府 跟着然后他做回这些这样的判法 就是那些工程其实呢 又是将这些钱测试回去给中国企业 其实在塞尔维亚里面 很多人都是觉得顶着道气的 就是那些钱其实我借给你 你就要找回中国那些工程 做工程的公司去做 跟着然后呢 就也有很多中国人到了 就是因为这样就会 那些工程师也好 什么都好 那又是中国人来的 那其实搞来搞去德国家 你又不会说可以 因为一带一路而刺激到塞尔维亚 或者匈牙利的经济 你绝对不行 如果可以的一早都做了 那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有它做下去了 就是你不做呢 那其实就 那些人其实就不会醒觉的 就是我觉得 那慢慢再看一下 怎样去 那其实是困难的 但是因为其实今天的塞尔维亚 或者匈牙利 其实那个民主 其实都是一个挺假民主的制度 就是你仍然都是一个很极权的 那你东欧的国家 其实就有先后 就是现在今天的波兰 或者甚至今天多灾多难的乌克兰 他们那个民主就会走得早很多 是的 无论如何 我们看看这些国家 当然它的民主品质 也实际上有检验 但是怎么说也好 起码就好过香港 是 没错 当然了 当然了 好很多 是很基本的 但是他在《爱丽社工把走行欢》之制 有一幅照片 都是我觉得很注意的 就是和这个孔少讯有关的 那怎么说这个人 大家都不是很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 这幅照片呢 你知道 一加一加五呢 就去访问这个欧洲 习近平整个团队四百人的 四百人在里面下 全城帮他严密保护 就是相当厉害的 因为马克龙主动去到机场 法国那里 主动去到机场接他这个人 那么他基本上核心就是一加一加五 习近平加彭丽媛 加上五个人 蔡奇 王毅 华春莹 孔少讯 盧沙野 那盧沙野 中国驻法大使 戰狼 大家知道了 一站而已 盧沙野一站而已 应该 那王毅知道 外交部长 蔡奇知道 中办主任 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 但是孔少讯是什么水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水 一查不得了 二十代的时候 2022年10月22日 那时候 那时候 架走 整个滴起 护金途中 弄走 最出名的这件事 哪个的他走的就是孔少讯 孔少讯 孔夏的甘肅旁边 孔夏的党委 那里也不懂 做过孔夏的叫吴中市的副市长 就是满脚牛市 窮鄉僻羊 OK 接着2010年的时候 去了上海 那些集团在美上委之前 去了上海 去了不同的地方 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慢慢扶搖直上 当时二十代2022年的时候 中版的主任是哪个 是丁舌祥 緊跟丁舌祥 最近又换了哪个 换了蔡奇 蔡奇做了中版主任 那他新老板就在他前面 那屋上呢 那个位置才是重点 前面就是蔡奇 后面就是这个孔兆迅 是中版的副主任兼秘书局长 旁边就是王毅 王毅已经平起平坐了 后面是华春莹 华春莹都没有理大 那他 他当然 他当然是走步路 就不会超前蔡奇就可以了 因为 现在蔡奇真的很厉害 大佬 就是有些人 就是邮的一幕叫做蔡中央 大佬 就是有习中央之外 还有蔡中央 但是你 其实我只想说 就是蔡奇其实都很滑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 如果大家要留意国情的事情就是 现在他通常都是 总之习近平一出场 他一定在旁边的 但是哇 整个木 这样的 就 没有 那些根本就很有 就是 你其实 就是 那样的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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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那种 你 那你總之就是 我想其實在外國人眼中 其實我也覺得高頭大馬 坐在那裡不知道要做什麼 整個豬佛這樣 每次都是這樣 其實可以留意一下蔡奇 其實是一個很突兀的一個物體 我想說 就是我會覺得這個突兀的地方是這個地方 同樣孔紹信、扶搖直信的資料集豬頭用人 是不拘一格 抓一些傭才、走狗、拆鞋仔 專門將它擺上來的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浙江幫和福建幫那個位置有很大的改變 就是我會看到最近這兩個星期發生更多的變化 譬如說 你看福建幫 就是不斷地扶搖直上 福建幫扶搖直上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中央軍委的辦公廳主任 這個重要的 是整個軍隊裡面的眼線來的 是幕僚長來的 因為他們根本是藍書房行走 這個軍委的辦公廳主任是非常重要的 原先是那個浙江幫的中兆軍 然後之後將它整走 擺在國防大學做這個有關的政委 OK? 接著改換就是這個福建幫 以前福建31軍的這個方永祥做 所以整個軍隊裡面 三個重要職位都是福建幫掌 就是軍委主席 當然是習近平 副主席 其中一個就是給了這個 這個姓何那個 我看看他的名字 我怕我說錯的名字給大家聽 這個是何偉東 何立峰就是管這個國務院的副總理 就是管經濟 他權重大過現在的總理 地強 實際上 那你想想 都是福建幫的 何偉東就是管這個軍委的副主席 另外軍委的重要成員就是苗華 苗華也是福建幫的 接著這個辦公廳 軍委辦公廳 和軍委主席辦公廳的主任 就被方永祥做 就是整個都是福建幫的系統是全組了 不單止是這樣 最近一個全國工商聯的黨組書記 就調了一個統戰部副部長林裔出任 林裔又是福建幫的人 那林裔原先是什麼? 刀把子 出身公安 他必須要用他公安的實力和經驗 要為這個民間企業保駕護航 其實不是保駕護航 是監督 誰不聽話 手起刀落 民間每個企業現在做了什麼 要做他們的這些所謂的 好像民兵的系統 放在那個地方那裡 不是給你用 是擋拿著槍指著你 不要亂來 這個這樣的林裔 基本上是黃小紅的舊部 公安部長 所以主要的職位你看看 公安部長刀把子 黃小紅 福建幫 軍委剛剛講的了 方永祥 何惠東 妙華 跟著你看看蔡奇本身她功高蓋主 蔡中央剛剛傑瑟都講到 中版主任 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還兼任一大堆的職位 我都不能盡落在這個地方那裡 經濟方面 何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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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惠峰 何惠峰 何惠峰就是這個 李強的表面上的下面第二 Number 2 但是李強是Nobody 李強是福建 浙江幫也是Nobody 主政經濟是何惠峰 智光幫被人打到什麼慘法 有一個很重要的風向標 最近有一個國安部長叫陳德 陳一生 不過司法部長唐一軍被人打沉了 這是一樣的 連續三屆的司法部長 全部落馬上次都講到了 連律師證書 現在都不敢再有簽名了 這個原因 吳愛英 傅政華 加上唐一軍 全部都是被人抓了 全部都是違反法律 三任連續二十年的司法部長 全部都是違法被人落馬 那這個律師證書上面簽名 很醜 現在改了規例 換了所有律師證書去 新的律師證書全部不准 這個司法部長簽名的 挺有趣的 好了 陳一生是什麼呢 是國安部長 這個國安部長有趣的 四月尾才可以推出那個叫做 在求是和學習時報推出的 新五反鬥爭 所以新五反鬥爭之後 去到5月3日突然之間全線下架 那些什麼微博那些全部不給公開 哇 不得了 那表面上的理由就是說 各部門不滿 說它搞這些鬥爭 什麼叫新五反鬥爭呢? 反顛覆 反分裂 反霸權 反恐怖 我們上次都講到這一點 是宗教極端勢力 民族分裂勢力 就是國際恐怖主義三大勢力 要剷除這些東西 還有反間諜 五反嘛 反顛覆 分裂 霸權 恐怖 間諜 今天尋找中國內部敵人 要挖釘子要除內奸 他這樣說的嘛 挖釘子除內奸 這個就是講法之後 共產黨不斷鬥爭的啦 突然之間你5月3日全線下架 我覺得這件事不是因為他講的 新五反鬥爭有問題 不是激興了其他幹部 習近平 Who cares? 你最重要就是要洗洗醋 如果習近平在上面是back up你的 你什麽都要做啦 是不是? 即是屎都要吃啦 講得白一點 但是你不是 突然之間去撤走 證明陳一新的地位有所質疑 和有所動搖 那這個什麽人呢? 浙江幫 浙江新軍 所以我覺得最奇怪的就是這一點 習近平現在很奇怪 是將所有以前福建的救保 將它們拉上來 那些火箭軍 戰略支援部隊 軍工系陝西幫 福建幫 浙江幫全部都壓低 只是唯獨孔一個福建幫 你不怕的嗎? 即是一句說話 你這樣將一班同屬福建的救保 他們互相認識的 雖然他們之間的溝通被你捕了 被你全部監禁了 但是他們互相認識的 眉內眼去之間 想什麽就很大 而當中最大的是誰? 就是你旁邊的9000歲 蔡奇嘛 是不是?蔡公公嘛 這個是9000歲的蔡奇在旁邊 你不怕的嗎? 明熙忠 你不怕魏忠賢打了你的嗎? 這個就是問題嘛 所以我就說今時今日 慢慢不能排除 慢慢不能排除 蔡奇都可能是一個威脅 是習近平的威脅 這個共產黨史其實就 經常都有這些人物的 毛澤東年代有劉少奇 有林彪 都是接班人 坐到隔壁 但是就越坐得近 過半軍如半虎 就是這些都是帝王 帝王史來的 那就是 你說為什麽這期 都是習近平覺得最忠誠的 就是最忠誠的兩個派系 其實都是來自清華幫 和福建幫 這個在習近平心目中都是這樣的 那江節就一直都是 就是習近平是不會覺得是可以靠得住的 還有就是現在都 現在都沒有人威脅到他的時候 就是順帶了 就是把江澤民以來的 就是上海幫的那些 全部都清少了他 現在都差不多七七八八 在他身邊只剩下兩個 投名狀 正式就是投成了都很久 一個就是王滬寧 一個就是韓正的 那這些已經都 這些就已經歷史來的差不多 所以我想福建幫是還有一段時間是會得勢的 是啊 還有就是大家香港大家注意了 香港這個特首李家超上面是什麼? 中聯辦 中聯辦上面是什麼? 港澳辦 港澳辦是誰主任的? 夏寶龍 夏寶龍是什麼? 浙江幫 差不多了 夏寶龍 夏寶龍都差不多了 是 這些傳媒人 很麻煩的 大家發動香港懂得玩的 發動支持夏寶龍運動 夏寶龍的之光新軍 是全國最優秀的黨派 要這樣說 那他怎麼抓你呢? 是不是愛國愛港 對不對? 所以就說這些才好玩 做人要叫什麼? 聖經說的 要靈巧如蛇 順量如急 對不對? 就是做人要有這樣的精神才好玩的 這樣東西是一樣的 但是我只是說 更加重要的是 一加一加五 記不記得? 一加五就講過那邊 一加一的第二又是什麼? 當然是彭麗媛 彭麗媛 62歲 肖章 彭麻麻 嘩 很多新聞 很多新聞出現 這些新聞出現的話 我一開始有很多我認識到台灣的朋友 他們都說這些空雨來風未必是有因的 空雨來風 但我說未必無因 因為為什麼呢? 彭麗媛最近我看了一些客觀的數字 我發覺到量商的時候越來越多 和透過《香港先導日報》揭發他一個新的職位 就叫做中共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專職委員 以前沒有說過這件事的 以前是說他什麼呢? 他是有這個解放軍的總政治部的歌舞團團長 不要讀錯字 不是歌舞廳廳長 是歌舞團的團長 差不多了 你也是混這個文藝的 是不是? 即是軍中的 勞軍那些東西 然後也說教科民組織的婦女和兒童的特使 那你這麼關心 為什麼不關心 鐵鏈女 那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好了 還有一個藝術學院的院長 是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 不過在17年已經卸任了 之後一直不知道要搞什麼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間中現在越來越密 就是穿著軍裝去這個軍隊那裡視察 那大家不知道你已經卸任了這些東西搞什麼 原來一直這麼多年 有一個這個職位就是 中共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專職委員 做什麼呢? 這個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專職委員 這個考評委員會是2016年成立的 考核軍長 少將以上 所有的高級將領 包括青年幹部第三梯隊 他們本身的政治立場 軍事指揮能力 行為操守 他就推薦有人去上面的 換言之 誰人可以升職 誰人可以降職 不是靠軍隊的紀委的 不是靠其他人 是靠這個第一夫人 就是皇后娘娘 這個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一錘定音的 她說的話 誰人說No 是不是? 接著我開始注意她就是說 當時我記得是不是傑斯還在獄中的時候 就有一個新聞就是說 李鴻忠天津市委書記 就說忠誠不絕對 絕對不忠誠的位置 他不斷說一樣東西 要認真學習彭麗媛的賀信精神 就是說彭麗媛寫一封信 她不知美國不知哪一個學校 就說有多謝你什麼什麼 完全是感謝信而已 只要學習彭麗媛的賀信精神 那時候覺得 Something is going 那你能夠宣傳出來 不是李鴻忠決定 中共的宣傳部 中宣部決定 以中宣部後面當然是習近平 這件事是奇怪的 再加上幾件事 她這次去法國訪問 尤其是法國訪問這一幕 是很值得可圈可點的事 我先說一些事實 給阿傑斯評論一下 好啊 第一 她去法國訪問 當然馬可棟招呼她 比利牛斯山脈 在看幹部表現 彭麗媛帶著一堆書 過去這個比利牛斯山脈 那堆書真是大謊 真是大謊 你說一下那堆書 她說她看過了才好東西 真是 讓蘇姆說一下那堆書單給大家聽 是啊 那她說 很多法國經典作品的中譯本 送給你們馬龍夫人 送書給你們 福留拜 包法利府人 大仲馬 三個火槍手 小仲馬 茶花旅 雨果93年 不要送悲慘世界93年 這個斯湯達 紅羽黑 巴爾澤克 高老頭 哇 行不行呢 給你 不是 是 那你早上之後 如果我是馬卡龍 我就會說 喂 福留拜 包法利府人 你喜不喜歡 你想不想做呢 裡面的愛 艾瑪的白色 那你知 當然不要用善她 我讓你先說 對不起 真是很難人 真是很難人 因為為什麼你不出聲 人家不會善你 你說什麼 我們小時候讀過的 是啊 我們小時候讀過的 那你這樣串嘴嘛 那我的是串你回頭的嘛 那你當然 法國人好死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當然人家不會跟你說這麼多 那你說這些 那人家就接了 你送給人家看 人家懂得看你中文嗎 還有他已經看過了法文 你當他是文盲嗎 你簡單來說 都未必 大哥 我想說的就是 就算是 喂 你說那些東西 要不要說到這麼盡 你看到這些人 就是呢 要美光燈 招搖過市 彭麗媛就是這些人 OK 喂 大哥 就是 我想說幾樣 第一 麥克龍都未必看過這些書 他兩夫妻都未必看過這些書 大哥 我 我必須承認 我都不會看過 你夠膽在 那些法國人 總要是法國總統面前說 我西哥是看這些書 大哥 你彭麗媛家 在文革年代 是黑五類來的 OK 喂 你是不是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當年的黑五類其實很 因為可能沒什麼做啊 所以我們就看這些 你在文革的時候 隨便 你在找回其中一本拿來看 你都真的會抄家啊 大哥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後來啊 你彭麗媛最出名 你老老實實說給 麥克龍聽 我是八毛女來的 大哥 是不是 什麼時候有做過這些 法國啊 就是文學的舞台劇啊 你真的胡亂吹吹到 就是不用怕人家 你一旁的 但是他看死你 麥克龍就不敢說 你就隨便找一本書說說劇情 看看你接不接到 他接到我之後說你好東西啊 彭麗媛 這些人真是厚顏無恥 到可以去到這樣的地步 真是不知所謂 哎 真是搞定 中國很多網友 不不不 說多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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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麥克龍呢 我就這樣了 我就告訴你 哎呀 你小時候看大眾馬 看雨果啊 我小時候啊 我讀孔子萬子啊 真的假的 那真是假的 就是大佬 簡直是 像瘋狂丸一樣 簡直是 不要說好子萬子 拿個羅姦出來 跟你說 我懂得紫微斗數的 我懂得天白神算的 是啊 就是這樣啊 是啊 大叫你嘛 你要大叫我 我大叫你 因為這樣玩 但是如果你說 我這招 你黑法國就行 你敢對川普這樣玩嗎 你敢對美國這樣玩嗎 你當然不敢這樣玩 你敢玩 人家真的會玩 那很多人就是看回這件事的時候 是不是只是他這樣說呢 我覺得不只是這件事 第一 他是做這個聯合國 參觀法國的聯合國教科民總部 做婦女和兒童特使 他的地方摸摸人家的頭 和人家有30多人的演講等等的事情 很噁心的 另外就是說 他到這個法國的雜誌 叫做《費加羅夫人》 這個Madame Figaro 這份的雜誌是5月5日 在他到訪那天 刊登了一份東西 我肯定在裡面 中共已經把這份文稿 給了這份雜誌 夾定了啦 線稿來啦 在中國彭麗媛給她的丈夫 更受中國人歡迎 這位明星一直對政治有興趣 並始終非常忠於習近平的國家意識形態 他熱愛愛國歌曲和文歌 在中國春晚上表演 被譽為《卯丹仙子》 你就說這些 我們說這些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好像有些事情在幫她做 沒有錯啦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 她們的夫人 我想我們都不會先記得她的名字 是吧? 我們唯一記得她的名字是誰呢? 毛澤東那個老婆 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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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南平 她說她做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她做什麼? 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 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 1949年的時候 1950年就批母信傳 之後就說病 連續49年至56年期間 四次去蘇聯治病的 所以一開始那個階段 一定搞文藝的 這幫夫人就是搞這樣的事情 沉潛一段時間之後 突然之間在文革之前 秘密受到縱容 66年文革就成為 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 做全軍文革小組顧問 住在地獄頭過賓館裡 要說文工武衛 當時是文革的重要口號 OK? 接著九大 1969年入政自公 所以突然之間 染染上升 突然進去這件事 很多人就說 彭麗媛是不是這樣? 彭麗媛就是在說的 他在做什麼? 軍中的歌舞團團長 藝術學院院長 之後突然之間沒有這個職位 沉一段時間 接著你秘密看到 他有一些軍中的照片 穿軍裝 現在就開始染染上升 這件事不得了 2022年出訪活動 他只有五次 其中兩次都是陪 11月15日陪這個習近平 去巴黎島G20的一個 十七次峰會 2023年去年 出訪去到十三次 由五次變十三次 包括了去一帶一路峰會 去這個教科民婦女兒童的 教育獎項的頒獎典禮 今年四月九日 就去和這個習近平 去一個太平洋的島國 叫做默克羅尼西亞 接著五月五日 就剛剛過去了 就去法國 塞爾維亞和公牙尼 這件事是非尋常 以前這些外訪的次數是極少的 突然變多 接著公開活動的次數變多 我至於剛剛講的 還有這些juicy的故事 和大家分享到 反正是你用外訪去油化 去弱化 變成像下了油信劑一樣 去給習近平一個比較柔軟的形象 接著用這個方式來做大外宣 我會覺得這件事是非尋常 很多人就會說 不是的 你看下去吧 他哪有可能 當時一開始光清霧氣之前 都是哪有可能 但是習近平絕對有提携 提不 但是彭麗媛的原因 因為第一 習近平知道自己 終有一天會死亡 他都不知道自己死前 局勢是否找到 死之後他名聲 能不能保得住 這是所有獨裁者的夢魅 毛澤東是這樣的 所以才會有光清的縱容 後來是四人幫 但是毛澤東面對的困境是什麽呢 是四人幫在林彪事件之後 就變成文善筆桿子 鎖桿子的就是那些所謂的軍人 兩幫人細成水火的 而毛澤東是做中間的東西 變成最大的公因素 而他最終的陷於一個 要平衡的局面的 他不是有絕對的權利的 所以經常都說 要鬥周恩來 要鬥這個鄧小平 是希望兩邊在這裏 互相參加 看看你們的態度是什麽 而用這個方式來維持動態的平衡 這個是毛澤東 但是習近平 你不是在玩這部棋嗎 你把福建幫大幅提拔到一個相當廣泛的地步 接著搞一枝獨秀 就是搞彭麗媛出來 你覺得大家會對彭麗媛怎樣呢 今天的彭麗媛好爺 第一夫人好爺 我們覺得好 行 行 但身上又怎麽說呢 你沒有左頭左勢 彭麗媛是否有自己的幫派呢 是否有自己的地盤呢 無江青有戶 是吧 整班福建幫怎麽看你彭麗媛 厲害 彭麗媛厲害 但你一死 你就做什麽呢 路易十六世 那個夫人一樣想斷頭台 那這班福建幫 以蔡奇為首的 是一個頂隊 是吧 中國共產黨裏面的權鬥 是血腥都很重要的 所以你說這樣會不會 蓄勢到香港的光復 我不知道 會不會蓄勢到中國共產黨的想法 我會覺得很難想 但你說這個權鬥會不會出現呢 會 那權鬥會不會去到地方拆槍走火的呢 就像蘇聯這樣 就是布里爾維烈夫 安德羅波夫 之後突然之間變成了這個 這個哥巴塞夫 最後忍幾年之後呢 才是開放政策 這個地方就是整個蘇聯就是土崩瓦解 所以就說變可以隨時發生 所以我想說全世界的人 我客觀跟大家說 不要喪失任何希望 所有事情都會發生 但是發生的時候 中國會不會這個文化 這個民族突然之間變好呢 我不看好了 我跟傑斯做的節目都講到這件事情 但是政權和安危呢 隨時都是這樣 那些人說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了 彭麗媛 他現在都不是軍隊任何成員 譬如說他根本都不是候補委員 那你要做候補委員 才做到中央委員 才做到這個政治 才做到政治局 要入十年十五年之後 每五年開一次 那你每一次 絕對不是這樣看 我絕對不是這樣看 我用江青做例子 江青什麼都不用進 中央文革小組 中央文革小組 他創造出來 創造出來 其他什麼都 Nobody 所有的東西 你用這個所謂的法則 什麼搜索關鍵詞 它出現多少次 想想有什麼法則 其實沒有用的 這些東西對共產黨來說 人家笑什麼來的 笑到嘴都掉了 因為共產黨是獨裁社會 黑社會哪有說規矩 權力就是最大的規矩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對 同意 大哥就說了 這十幾年其實 很多例子都會看到習近平 其實是可以去到無跡可尋的 三宗全會 不開不開 都是其中一個例子 但是我想這件事上面 其實看到的東西 就是回去看到的就是 在十九大永續 大概應該 如果沒有記錯是十九大永續 永續之後 其實一直就是存在另一個問題 就是接班人的問題 那你之前有 譬如隔代的 本來十年後的習近平 應該是孫政才 胡春華 大家現在都沒有記得 現在神癮了的胡春華 正在坐牢的孫政才 或者他曾經傳過一些 比如陳敏爾那些 但怎樣傳都好 但是這件事 其實我想彭麗媛事件 其實看到的一件事 又走回毛澤東的腦路 第一 這個真的很像習近平的性格 因為其實他沒有任何智慧 他只是想毛澤東 那你說這個 是不是接班人 OK 江青都未必是一定的接班人 但是就是在毛澤東在山的時候 OK 就是兩個中央這樣 這樣走下去 那這個是不是在鋪路 習近平也是很想在他自己在山之前 然後看到老婆又參政 那當然不可以完全將 就是很多人這段時間都將彭麗媛聯想到江青 但是有些東西像有些東西不像 第一 他兩個都是山東人 真的很邪 他兩個都是山東人 那兩個都是藝人 但是那隻藝人很不同 那隻就如果你說江青那些年 是炎光四四很多 藍平在民國年代 就是後來他入到延安 其實就 共產黨人形容得很好 其實很多人反過他 比如張國濤 那時候在延安年代 就是1938 1937 1938年的時候 就是然後那些人 以前共產黨一說江青就怎麼樣 在延安年代 就說 這個女子不配給主席 為什麼呢 因為他越經不調 四個字 越經不調 那你以為他在說一個女人的生理嗎 不是的 對不起 共產黨說的很棒 就是用越經不調 就是形容江青是一個政治上有很多問題的人 因為 再說白一點的就是 他在民國的時候 他都跟很多人睡過的 那些可能是國民黨的人 是一個公共廁所來的 所以他怎麼配主席呢 所以 所以 是複雜很多的 江青是真的複雜很多 比如 進到延安 就是告訴你 幾乎是事實的 第一個睡 吃江青 我們這些粗人 吃江青第一個 絕對不是毛澤東 那個叫張國濤 因為那時候是江青 傻居居走到入延安 在延安的邊界裡面 他第一個撞到的就是張國濤 他聽到別人說張主席 因為那時候張國濤是國家主席 他以為得米 那就先獻身給張國濤 後來他才知道 張國濤 原來張國濤 那時候已經政治鬥爭中了 已經下來的 差不多要下來 後來投入國民黨了 所以這些 當然是很複雜的 但是 我想習近平的盤算 其實都是 最信得過的人 換來換去那些火箭軍 現在的公安局局長 你換來換去 他可能都不夠老婆最忠心 然後就 剛才桑寶說他有沒有幫派 我不敢說 其實 這個都醞釀了一陣子 就是彭麗會不會在 如果他在軍中這樣上 就是現在那個銜頭 《星島日報》出來那個 那個什麼軍委、評委會 其實他慢慢可以坐 我想他稍後才坐的 可能是由中央軍委 就是先幫那個老公 就是做了在解放軍裡面的東西 所以他有另一條路走 他跟江青有些像 有些不像 江青呢 江青最初第一 一參政 其實第一件事做是做什麼呢 就不能進去政治局 就不進去政治局 不那麼快 1953年 毛澤東有四個秘書 胡喬木 田家英 那些 周恩來拍馬屁 因為周恩來那時候都要拍馬屁 因為是黃明路線的問題 然後就慫恿毛澤東 就是不如你叫你老婆做秘书 第一个职位刚称就是秘书帮 就有五个秘书的其中一个 但是我想今次彭丽媛就会游回军委那边 那条路线这样走 但是我觉得很明显的 我同意了刚才桑宝讲 很多东西是铺出来的 空月内风不是无因的 我觉得这个女子又是充满着野心的 不仅是做第一夫人这么简单 还有她很喜欢美光灯 很喜欢出风头 但是再说 今次这个访问有一件事你真是最失败 你四百多人跟着你 第一夫人其中有一件衣服竟然是重复的 OK?在法国穿过 在匈牙里穿过 这个真是失败 那件白色那件 好像睡袍那件 就是不知所谓 你真是信心 我告诉你 我看着她穿白色那件衣服 那你会看到彭丽媛就是 那信心爆盘到 告诉你 就来真是皇帝的新衣 她都敢穿 就是全身不穿都可以 OK? 穿件睡袍都可以 下铺你不就直接拿出来都可以 告诉你 可以信心爆盘到这样的 OK? 但是如果那些人还要说她像江青的 那就好 我都跟桑寶一样 拭目以待 大哥 江青是什么下场 当然不用说了 是不是? 尤其是你有帮牌也行 所以 就是 看看你是真是武则天 又是怎样 这个就是升公以待 彭丽媛这些品味 我就是懂一条毛嘛 是不是? 就是不懂的嘛 肯定穿这条髮袍出来 穿这些东西出来 穿这些东西出来 穿重复的衣服 穿重复就是失败 就是失败中的失败 就是搞这些东西 所以我说 表面上看他们风风光光 满载权力 有很多的野心在里面 说多两句 说多两句 找不到接班人这个 大家又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习近平不学金仔呢? 现在是不是应该是时候 去哪里都带自己的女儿出来呢? 习明札去了哪里呢? 对了 这个问题没什么人问 有个曾经流传过一个小插曲 都可以讲给大家听 但是这个小插曲 你不要说是我信 我只是分享 这个都几个人 我不知道桑宝有没有听过 有些人说习明札是黄丝 跟香港有关的那些故事 说2019年的时候 习明札跟老爸反了面 在国安法立的时候 就说为什么习明札在美国 在自由世界长大 那个女儿就曾经跟老爸说 证义就说 喂 我很多香港同学 很多香港朋友 你搞到我都没了朋友 那一段时间 那个老母 就是彭丽媛 都有一段短时间 站在那个女儿那边 所以有些人就说 如果你不信 你看回2019年 这个两夫妻的习近平和彭丽媛 是比较少一起走出来的 但是这个就只是坊间一些村民 你真的会相信这些故事吗? 不是 但是这个也值得问的问题 那为什么你不说金仔 带这个女儿出来 不如就把妆交给 这个说来说 都是接班人问题的事来的 金仔太太 金仔太太李雪主 金仔妹金与正 金仔的女儿金主爱 这三个人 金主爱很小的 这三个人基本上 都是金仔一加三 整个人一起去陷家 一起去游历 不同地方都一起去的 太太李雪主 他女儿金主爱 门会金与正 金与正尤其是 身为独裁者来说 金正恩是比习近平更成功 成功很多的 成功很多的 你知道独裁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个人崇拜 是不是? 你没有个人崇拜 你怎么将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独裁者有些口才是很棒的 有些口才是不棒的 不棒的包括毛泽东 棒的包括希特拉那帮人 有些更差的 普通的全都很差 但是他们现在的共通点 不是独裁很简单 是个人崇拜 你没有这种这样的东西去策略 你没有办法点起整个火头的 人是要感性的动物 你不是说牢牢紧跟习近平 没有任何感性的荣光给他 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全中国人现在怎么看习近平 是吗? 彭丽媛怎么看彭丽媛? 这件事没有了这件事 习近平最失败的这件事 你讲真的假的怎样也好 做一场戏给大家看 又是怎样呢? 一路由沙滩跑到水里 全身湿了 然后在一个地方 睁大眼睛 要哭的 接着在拍手 主席就在船上和大家揮手 哇 多么感动 是不是? 你们才是真正汁的东西 习近平你拍手给我看 如果这样搞的话 就是离楼状态 为什么人家要你砸猪头 砸包子 庆丰帝 以前 会不会这样说毛泽东? 不会 就算 你不可以跟毛泽东比的 就算是说独裁者 你不可以跟他比 毛泽东 给权力给江青 不只是接班这么简单的 OK 起码有一段时间 在文革年代 其实真正接班人是林彪 没有说过江青是接班人 毛泽东还有一件事 习脚命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给权力江青 是为了自己 因为有多点时间玩女人而已 OK 绝对是的 绝对是的 喂大哥 然后就等个黄面婆说有东西做 不要阻止我 我就继续玩女人 江青都不在乎你玩什么女人 这个就是交易 这个就是交易 他给权力江青就是不要阻止我 我就继续在风流快活 这些就真的 这些就真的是勁丑的独裁者 因为懂得享受世界 不会怕 不是只怕天天在这儿 睡觉都不知道在哪里睡的 怕哪个毒害我 怎么怎么怎么 一般的老婆出来就是 我们两夫妻一起 我最信是你了 Era 然后你拨着蔡奇 拨着哪个哪个 这样的失败 就是什么独裁者 天天都 没有这种瀟灑 例如说 不死也沒用了 所以我經常說 這個人都不知道要獻世幹什麼 他又不開心 到大家更不開心 為什麼呢? 所以我說失敗中的失敗 所以我看回未來 記住大家不要放棄希望了 我覺得有些事情在動的 但我不詳細講怎麼動的 但我覺得在現在的體力來說 好像不是很OK的 整件事情裡面會爆煲機會 多過外面剿擊他的實力 我不認為外面現在世界 起碼今年裡面 去進擊共產黨的鋒芒很厲害 不是的 而在裡面的地方好像在醞釀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搞到他很不穩 不安 就是這樣搞的話 他就是說獨裁者 或者侵略者 永遠都是說搞到別人受害 其實自己都是受害者 但是我們不會同情他受害 因為他是侵略者 OK 這個同樣道理 當時日本會侵略各國一樣 侵略者和這個所謂的獨裁者 最後都要走上一條 自我滅亡 以為滅亡都別人 但滅亡不了別人 但是完全滅亡自己的道路 那我們希望這條道路最伏忠實現走到盡頭 好啦 那我們就休息一會兒了 回來還有另外一節的 《桑海神舟》在傑斯頻道上 我們一會兒見啦